本节目由UCG提供 于2021年正式公布的崩坏《星穷铁道》 在经历多次测试打磨后 终于在今日正式展开公测 其实就在三天前 开启预下载的本作 就因为在世界各地下载榜登顶 而小小的火了一把 不久前我们也有幸受邀 提前参与到了公测版本的试玩活动中 它究竟有着什么吸引玩家的魔力呢 本期只间方圆 我们便整理了对本作各方面内容的介绍 希望能为感兴趣的各位玩家提供一个参考 在正式开始前 还请各位注意 本期节目基于公测版本的测试服体验制作 不排除正式上线后再次变动的可能 在画面方面 《星穷铁道》延续了米哈游一贯的美术风格 乍一看 甚至容易和过往的作品搞混 不过仔细品味下 就能发现本作在各方面的进步 例如剧情过场中的人物 拥有了更细腻的表情 动作表现 离演出更加生动 等于地图尺寸的缩小 美术场景的观感也更加细致丰富 人设方面增添了许多个性化设计 例如配饰 画纹等等 差异化更加明显 而其中最值得一夸的 当属这对黑丝 没错 瞧瞧这顺滑的质感 说它已经十分接近现实丝袜的观感 或许也不为过 数月前网上曾传出消息 提到米哈游申请了 丝袜质感模拟这一技术的专利 并将其运用到了本作当中 在如今实际看到这双黑丝后 我认为此言非虚 咳咳咳 说完了美术方面的特色 就让我们进入正题 说说星穷铁道 究竟是一个玩什么的游戏吧 在我看来 本作的可玩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剧情 探索 挑战 剧情 即体验包含主线 支线任务在内的故事流程 其中主线对于玩家等级有着一定要求 所以游戏前期 玩家会频繁遇到新主线等级要求较高 无法开启的情况 此时便需要转头去完成部分支线故事 或日常任务 来获取提升玩家等级的里程 主线与支线穿插进行 这便是本作故事的常态 而故事本身能否带来优秀的体验 完全取决于剧本本身的质量如何 但这往往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议题 因此接下来 对于故事方面的介绍 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供各位参考 主线方面 星穷铁道恰如其名 讲述的是一段颇具银河铁道之夜气息的奇妙故事 玩家扮演主人公开拓者 达成名为星穷猎车的交通工具 在宇宙中穿行 为了回收名为星河的危险物质 造访文化各异的星球 与当地居民相识 合作 最终解决星河引发的危机 可以说 传统王道就是它的主旋律 在此之上 传插于主线间的支线故事 起到了调剂的作用 这些游离于主线外的故事 并未因支线的定位而复衍了事 既有玩梗味道浓厚的 也有基调较为沉重 同样有着吸引人体验下去的魅力 其中我较为印象深刻的支线任务 名为至暗淡星 主人公替一位青年寻找恋人的下落 最终却发现 这位恋人因为离奇的事故 而进入了另一条时间线 玩家要做出选择 要将真相告知那位青年 还是用谎言 让他放弃这段 似乎无法得到结果的恋情 这个两难角色 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并不亚于主线故事 另外 虽然标题中带有崩坏 但当前版本的故事 与其他崩坏系列作品的联系 却是较为薄弱的 虽然存在是壮脸角色 但在设定上 大多只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人 在剧情上 更是与过去少有联系 因此 形入坑的玩家 不需要提前了解崩坏系列 也能很好地融入到故事当中 而熟悉崩坏系列的玩家 也可以看着老朋友们 在新世界演绎新的故事 想必也会有些不同的感受 探索 则是在地图当中 搜寻隐藏的物资 不过 由于星穷铁道的游戏形式 更加偏向RPG 这方面的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玩家不存在跳跃 飞行之类的特殊移动手段 只是在平面地图上寻找宝箱 大部分宝箱都藏在不难发现的角落 最多只会再附赠一位难缠的看守者 或者一段简单的小谜题 不过在本作中 宝箱并不是探索的全部 如果你仔细寻找 就能发现隐藏在地图各个角落的小惊喜 并不在大街小巷的路灯 垃圾桶 散落在旅馆门口的行李家 长迭在告示板上的传单 都有着能惹人会心一笑的交互内容 为探索提供了别样的精细 也从另一个方向丰富了世界观 挑战 即使为了获取额外的资源 也是为了给玩家一个 检验自己养成成果的舞台 而这样的舞台 游戏内共有两处 首先是元宇宙 啊不是 是模拟宇宙 这是一个融入了Rogalike要素的游戏模式 玩家可以使用自己培养的队伍 予以一定规律随即出现的敌人作战 并通过战利品 突发事件等方式 随机获取强化效果 利用各种强化组成独特的流派 再要它们打倒强敌 便是模拟宇宙的乐趣所在 作为Rogalike模式 它的机式也相当完备 比如在正式开始前 锁定某一类型强化 提高其出现概率的功能 或者是 在模式结束后的 根据积分计算货币 由于购买永久强化的机式 都会在游玩过程中逐渐开启 优化玩家体验 奖励方面 不论是否通过整轮关卡 玩家都能在结束游戏时 便能获得包含抽卡道具在内的奖励 同时 积分每周都会清空 因此这也是个需要反复游玩的模式 另一项被称作 忘却之庭的玩法 堆标的则是被俗称为 深渊的米哈游作品中 常见的挑战模式 玩家需要挑战一系列 有着回合轮次限制的高难度关卡 还要在关卡中达成特定条件 以获取奖励 其中同样拥有周期性更新内容 与奖励的特殊关卡 当然 不论推剧情 探索地图 还是挑战模式 最终都是与战斗紧密相连的 本作的战斗会以经典的半级时 回合制形式展开 行动顺序根据角色速度决定 并以时间轴的形式直观呈现 每位角色在战斗中 仅可以使用普通攻击 战技 终结技 三种指令 其中 普通攻击可以获得全队共用的战技点 战技点自然是用于释放 每位角色的战技 各角色还拥有各自独立的能量条 在战斗中 累积能量充满后 即可使用效果强大 演出华丽的终结器 有趣的是 终结器无视行动顺序 会在激活后立刻发动 从而提供了更丰富的战术选择 比如在敌方BOSS使用必杀技前 使用带有控制效果的终结器 限制其行动 或是在我方攻击前 发动强化类终结器 令伤害最大化 属性克制也是战斗的重点之一 当前游戏中 共存在火 冰 雷 风 量子 薰术 物理 七种属性 敌人各自拥有不同的弱点 以及韧性槽 使用弱点对应的属性攻击 即可削减韧性 韧性归零后 就会让敌人暂时陷入 弱点击破状态 受伤害增加的同时 推迟行动顺序 尽管在理论上 可以通过数值碾压 来无视弱点机制 但因为大部分战斗 都需要依赖弱点击破 来增加伤害 或打断敌人技能 因此彻翼机制 实际上相当重要 但也并不需要担心出现 没有某属性的角色 就不能通过 特定关卡的卡关现象 因为目前所有敌人的弱点 都不会限制在单一属性中 且游戏开服时期 增松的角色阵容 就已经囊括了 冰 火 物理 风 量子 雷 六种属性 除了量子属性的清却 需要在稍晚时期获取 其余角色 都会早早地进入玩家队伍 再加上开服时期的福利活动 即便是无刻玩家 在属性克制方面 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困扰 以上就是战斗的核心 熟悉回合制游戏的玩家 或许并不会对这套系统感到陌生 因为其中设计的各项机制 或多或少都能在过去的游戏中 找到影子 由此来看 新穷铁道的战斗 其实也属于回合制的微创新 没有特意追求突破革新 不过 仅有三项主动能力的角色 方便玩家理解 运用 基于属性的弱点 韧性机制简单易懂 必要时也可以扩展 制造出有挑战性的敌人 从追求简洁轻便的 移动端游戏角度出发 这套战斗系统无疑相当合适 此外 玩家也有一些 降低战斗难度的方法 比如 在战斗前 使用特殊的消耗品 暂时提升角色属性 或者是将好友的支援角色 编入队伍当中 不过 各种手段使用的场景 各不相同 也有的挑战关卡 没有任何减轻难度的手段 这种情况下 就只能踏踏实实地 将自己的队伍培养强大 养成方面 角色的培养总共被分作 以下几个部分 等级 为角色提供基础属性 每10级存在一道等级限制 只要消耗养成素材 解锁上限 光吹 其定位可以视作武器 角色装备光吹 不仅可以获得 基础属性加成 还会获得该光吹 拥有的特殊技能 还有这等级 等级上限 这两项培养要素 以及一项名为 蝶影的机制 其本质就是 同卡突破 将重复获取的光吹 用作强化素材 以提升光吹技能的等级 三种星级区别 星级越高的光吹 拥有更加优秀的 基础属性技能效果 不过或许难度自然也更高 另外 光吹技能也有着 对命途的要求 命途可以简单理解为 某个角色的职业 所有的光吹技能 必须装备在 指定命途的角色上 才能触发 在这一基础上 还存在着近似于 专属定位的光吹 尽管某些光吹 可以给该命途的 所有角色装备 但只有装备在 特定角色身上 才能发挥最强效果 星级 则是类似于 技能术的培养机式 每个角色会根据其定位 拥有形状不一的技能术 只要投入培养素材 就能解锁分布 技能术中的各个节点 以此解锁 额外属性提升 或特殊技能 战斗技能的升级 也可以在此处进行 最复杂的 则是有着套装效果的 仪器 一位角色 共有六项仪器装备位 为玩家提供大量 属性加成 如果装备了 同一系列的仪器 则会根据装备数量 获得套装加成 目前的仪器被分为两类 前四种为 头 手 躯干 脚步 主要通过挑战 特定副本中获取 另外两个部位 未面视频的解锁时间 相对较晚 需要通过挑战 模拟宇宙刷取 最后一项 星魂 就是角色自己的 同卡突破机式 床夫获得已加入的角色时 就可以获得 该角色的星魂 其可以用在角色星魂页面中 强化同调等级 解锁最多六项额外强化效果 强化效果包括技能等级提升 以及为角色 添加额外技能机器 这其中 大部分内容 都可以直接在游戏内刷出来 例如 提供经验值的道具 行技的强化素材 都要消耗开拓力 挑战副本获取 而大部分四星光吹 也能通过游戏内 常驻活动产出 模拟宇宙里 更是可以通过 积分奖励的特殊道具 换取通用性高的五星光吹 不过其获取次数有限 且需要的时间也较长 而掉落随机范围较大 且属性词条都随机呈现的仪器 更是开拓力的消耗大头 因此正式入坑的玩家 势必会在其中 耗费不少时间与体力 不过新穷铁道在这方面 也推出优化体验的设计 在通行政练活动 无名巡礼中 玩家可以获得名为 自速沉滞的道具 在开放合成仪器的系统后 它可以用来锁定 合成后的遗物的主属性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随机性 对玩家的折磨 但综合来说 本作的干度仍旧不低 从以上的养成内容来看 一个角色的培养周期 是比较漫长的 即便是着远于 等级 行计 仪器 这些仅需体力刷取的部分 也需要消耗大量时间 并且基本都是 刷副本的重复劳动 游戏中无法扫到 已通过的副本 快速获取素材 但可以开启自动战斗 将大部分工作 交由AI完成 尽管AI的判断 会略逊于玩家 但只要队伍练度过关 大部分副本都可以自动通过 干的绝大部分内容 都不需要亲自动手 玩家可以将其安排 在各种碎片时间当中 上班的时候不要闲着 给自己的手机也找个班上吧 最后来谈谈月签 也就是抽卡方面的情况 请注意 该部分数据均出自测试版本 不排出正式上线后 再次变动的可能 抽卡道具分为 在常驻卡池中 使用的新轨通票 和在限时卡池中 使用的新轨专票两种 其中 常驻月签的抽取对象 为角色与光吹 稀有度最高的五星 有着90抽内 必定获取的保底机制 而限时举办的角色 光吹卡池活动中 会分别开放 仅包含五星角色和五星光吹 且特定对象 获取概率提升的两个卡池 并且 在原有保底的基础上 额外添加 若获取五星非概率提升对象 则下次获取的五星 必定为概率提升对象的机制 俗称为90抽小保底 180抽大保底 最后 两个活动月签卡池的保底计算 相互独立 并且会继承至 下一次的现时活动月签中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常驻卡池中 还有一项天井机制 累计抽取300次后 别个指定获取一位常驻角色 不过仅生效一次 至于玩家可获得的资源 除了日常任务 模拟宇宙等常驻活动 产出的抽卡资源外 每个版本应会推出一些 赠送资源的福利活动 比如在开服同时举办的 千道活动 遨游天外 以及新手活动 拓宇行将之时 过去举办的月签测试中 也推出了一些体验轻松 有着资源奖励的休闲活动 这些活动的举办频度 奖励程度 会对玩家的抽卡规划 产生不小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游戏体验 因此玩家资源方面的实际状况 仍需根据正式上线后的运营表现而定 这里就不多说了 星穷铁道 有着传统的王道RPG体验 存在一定博弈性的半级时回合制战斗 以及支持自动挂机的轻松玩法 尽管在玩法上 没有开放世界级别的突破 但优秀的建模水平 以及美术风格 文本量丰富 且兼具趣味与深度的故事剧本 再加上音乐 地图设计等高质量内容 构成的过影综合素质 令本作获得了众多玩家喜爱 不过它也并非白币无瑕 像是养成唯独复杂 导致角色的培养周期漫长 以及作为强调队伍搭配的作品 开服时期的角色种类却并不丰富 这样的小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 需要在未来运营中进一步改善 自此 便是我从提前试玩中体验到的 《星穷铁道》的全貌 如果看到这里的各位 仍旧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本作 那不妨亲自体验一番吧 在这里的送船上 宽默的处理 词刊 中文字幕真正想 Nina